你一定要先做所谓的资料清理 首先你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拿到了超市范例 是什么资料 我一定要先了解 你都不了解资料 你怎么分析资料 所以如何去了解资料 通常我们会有一个叫做一码步 大概长什么样子 从这个地方复制 这是我选到所有的标题 这叫标题 贴到这边选择性贴上直转置 这个叫栏名 就是栏位的名称 其实我们一码步 它应该是有一个叫做编号 例如说第一个第二个 依此类推 我有20个栏位 接下来这个栏位的类型 这个类型是什么 例如说行ID 很像类似学号 它的类型它是文字 文字 例如说订单ID 只要是ID都是文字 请问日期是什么类型 也是文字 销售额数字 请问为什么销售额是数字 你应该理解 因为它可以做加减乘除运算 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为叫做数字 在这个地方数量当然是数字 折扣是数字 利润是数字 那你会就日期可以计算 例如说 例如说生日到今天 已经经过了多少天 你是不是可以用相解 没错 那种是属于特殊的文字 中间因为它有放那个斜线 或者像时间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计算 中间一个横线 这些都是属于文字 像一笔记录 第二笔记录的行ID 或者是身份证字号 这些都是文字 因为我们没有人会把 王晓明的学号 加上李大美的学号 没有人在学号加学号 所以它不是数字 它是文字的话 只能做次数的计算 这个资料 我们称之为叫做一马步 为什么要有一马步 这是未来 因增加资料的时候 它都要按照这一个标准取得 所以一马步非常重要 这边的销售额是数字类型 到时候换了一个年度 取得新资料 变成文字的类型 一马步 我可以知道 比如说我有几栏 这边我有20栏 我也可以知道 我的这个栏名分别是什么 我也可以知道 我的类型 也就是它的属性 也就是它的属性 也就是它的属性